这是我的猫咪小橘子 这是钓毛系列的最后一期了 也是比较重要的一期 怎么让狗狗少点钓毛 要知道钓毛的频率和数量 取决于狗狗的品种 气候的条件 饮食 包括潜在的过敏和疾病 今天的话呢 我来教大家几个方法 狼人狗狗不要钓太多的毛 赶紧先关注 点赞 收藏起来 慢慢看吧 第一点 勤输毛 尤其是你的狗狗 是双层被毛的品种 到了换季的时期的话呢 毛发就会像下雨一样的脱落 像普攻阴一样的 所以说我们需要选择合适的梳子 每天大概两次的 去给你狗狗去梳 它脱落了毛发 不知道怎么梳到 请看我们上两期 我们会教了一个 怎么去调整正确的梳子 和正确的梳法 第二个 使用还有燕麦 这种成分的洗毛巾 它们可以润滑毛发的表层 减少摩擦力 来保持毛发的光滑 这种柔顺和亮泽 第三个 给你的狗狗 在食物中添加 富含Omega3的这种食物 或者是营养素 来支持狗狗的皮肤 和毛发的健康 让它们的毛囊更具有弹性 第四个 在狗狗患毛剂 可以增加狗狗洗澡的频率 但是也不要太频繁 你比如说每天洗就不可以 第五个 椰子油 也是可以减少狗毛脱落的 因为它们富含中莲甘油膳脂 是种有益的脂肪 可以促进健康的皮肤和毛发 但这里我要建议的是 还是去执行一下你的兽医 你的狗狗可以添加多少的量 因为毕竟它们很严密 很容易腹泻 第六个 经常压力 我必须要强调这一点 如果你的狗狗 不是季节性幻毛的品种 但是毛发也钓得非常的厉害 排除掉生理疾病以外 一定一定就要关注 你家狗狗的心理健康 记住 情趣反应 无论对于狗狗来讲 还是对于猫猫来讲 其实它们都是非常非常强大的 好了 这是我们钓毛剂的 全部的内容 大家还有想知道的都可以给我留言 关注我 不迷路 给你养狗 新思路 我是王健 我们下期见